摩根大通,代号JPM,在今天下午盘后发布了第三季度的财报 由于开支削减以及22亿美元的税收优惠 JPM净收入较去年同期的55.7亿美元或每股1.38美元攀升22个百分点 报68亿美元或每股1.68美元 然而JPM总收入低于分析师预计的236.9亿美元 报235亿美元,较去年同期下降6% 这主要归因于市场的不稳定性以及历史新低的利率 导致抵押贷款银行业务收入降低 因此JPM盘后大跌1.71%,报61.5美元 在JPM拉开投行财报季的序幕后 Wales Fargo以及美国银行将陆续于明天盘前公布财报